白飯一口接一口 傳統觀念吃飯才會飽 現代人養生 不少人該吃糙米 熱呼呼糙米飯 有豐富的膳食纖維 還有維生素B和E 但想取代白飯 有醫生透露 這五種人最好別吃糙米 第一種就是長輩和小孩 咀嚼力不足 吃糙米造成負擔 尤其小孩只吃糙米 恐怕長不高也長不胖 糙米它的熱量 跟白飯的部分 其實是一樣的 在小朋友的部分 是要注意它的熱量 還有蛋白質的部分 是否足夠 另外有胃炎胃快養 或是腹瀉的人 吃糙米反而營養難吸收 而糙米甲焊磷含量偏高 有腎臟疾病的人 腎臟難以負荷 就連長期疲憊的人 也要少吃糙米 為了消化糙米 會過度消耗能量 在糙米的部分 它是屬於高磷高甲的食物 那在腎臟病的病人 就會希望可以盡量避免食用 小朋友還有長高食物 想長高多吃這三種 就是肉蛋奶 一歲以上每天吃肉50克 蛋60克奶500毫升 每天補足就有助長高 但小心長胖食物 過量的白飯和麵條 糖和飲料容易長胖 吃完蛋白質 再補充適量的白米飯 為小孩升高 補足能量 記者紅服務員黃旭雲 高雄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新聞 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